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就有兩宗關於科技霸權的消息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在目前澳洲國會正審議一條法案 這條法案的內容就是要求所有的科技巨企包括Facebook和Google 要向澳洲的媒體付款來買內容 因為這條法案就是在損害科技霸權利益 當然會惹來他們的強烈反對 Google甚至還威脅說要退出澳洲市場 澳洲總理莫里森對Google作出了嚴厲的反駁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Twitter近來頻頻補鑊 先封鎖了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的帳號 然後又封了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帳號 因為哈梅內伊竟然發表了一些貼文去威脅特朗普總統的安全 不過Twitter仍然被人罵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反應極度遲鈍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說一下澳洲的情況 澳洲總理莫里森的施政方針 跟特朗普總統有點相似 特朗普總統高舉美國優先的歧視 雖然莫里森總理他沒有說出口 就說澳洲優先 只不過他現在的所作所為 基本上就是在做這件事 現在澳洲國會審議的法案 他的目的 無非是想保障澳洲新聞媒體的利益 因為他們要求科技巨企 在引用澳洲媒體的新聞內容的時候 要給他們相應的價錢 其實這條法案對於澳洲媒體來說 是相當公道的 因為他們作為一個內容的提供者 人家引用了你的內容 給你錢 你說是不是很應份 但是對於科技霸權來說 他們的利益是受損的 因為你要從他的口袋裡拿錢走 他賺少個崩也認為你不公道 所以就產生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同時來說 這條法案 還要求了 如果Google 搜索引擎 以及YouTube演算法有任何改動的時候 就必須要提前兩個星期通知澳洲媒體 同時 這條法案又禁止科技巨企 是藉著封鎖個別媒體的新聞內容 來規避向這些媒體付錢 現在這樣看來純粹是說錢的問題 但是其實莫里森總理 是想藉著這條法案 來確保得到 新聞自由得到保障 雖然 新聞自由 最核心 都要由新聞機構 我本身來保障 如果 搞一家新聞媒體出來的時候 你也是其身不正的 你都不是報導事實真相出來的 而是搞文藝創作的 當然啦 你的新聞媒體就自己拿來壞了 那就沒得救了 但是 就算一家的新聞媒體 他真的 選擇去願意 反映事實真相也好 比如說美國的紐約郵報就是了 播出了亨特的東西 但是 那些科技巨企可以通過演算法 壓縮你那條新聞內容的觸及率 使得民眾根本上就看不到 一放上網就沉底了 怎麼看呢 所以其實這條法案 他們限制了那些科技巨企修改演算法的次數 你不是說不可以改 但是你改之前兩個星期要通知澳洲的媒體 就會變成製造了一個時差 即是怎樣呢 比如說澳洲媒體 他有一宗很轟動的消息 是要爆出來的 但是那些科技巨企就不想這宗消息傳出去的 但是這條法例正正就是規限了 如果你要改演算法 將這一宗消息沉底 行 沒問題 你兩個星期之前通知 起碼來到港就有兩個星期 他就是這條新聞不能夠壓下去的 當然他可以立即做的 那你就變成了違法 在澳洲那裏 可能要罰款 諸如此類 同時來說這條法例 又不准那些科技封鎖 某一家媒體的新聞內容 即是說 你想完全說禁止了某一家媒體 就不行了 所以這一個法例 不單只是說錢的問題 其實最核心就是說到新聞自由的問題 只不過他沒有直接開口說 其實暗鉗就放在裏面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當然錢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新聞自由這個價值 應該放在金錢利益之上 所以 這條法案 他就叫做明修棧道 暗道陳倉 他沒有開口說出來 但是他在做這些東西 他在推動新聞自由 是得到保障 Google方面他有什麼反應 Google的澳紐董事總經理 上個星期出席澳洲參議院的質詢的時候 就說這條法案是不可行的 是在破壞互聯網功能的 總之他又什麼都說得出 然後就威脅 如果你這條法案真的通過了的時候 他們就說 我們就別無選擇了 只好就是停止 在澳洲繼續提供搜索引擎的服務 而Facebook的亞太公共政策部副總裁 他就說到 其實絕大多數使用Facebook的人 都看到新聞 但是如果你這條法案通過的時候 我們就不再提供 澳洲的新聞給人看 這樣來回避了付錢的問題 實際上來說 這些科技巨棋 他就是 有權就想立到盡 有錢就想賺到盡 但是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會退出澳洲市場 我是存疑的 為什麼呢 因為澳洲作為全球第十二大的經濟體 就不是你想退出就退出的 背後就牽涉到有很多利益的 不是你說退就退的 所以我相信到最後 未必是會退的 只不過就作為一個威脅 澳洲總理莫里森的回應就很厲害了 他就說 澳洲 就為著你們這些科技巨棋 在澳洲所做的事 訂立一些規矩 我們澳洲政府和議會 就已經是談好了 這個是澳洲的做事方式 任何人想和澳洲人合作 都是非常歡迎 只不過 我們是不會屈服於任何的威脅 這些就是骨氣 就算你財大氣粗也沒用 你財雄世大又怎樣 港財雄世大你夠中國勁嗎 是不是 整個中國政府擺在 莫里森總理面前 他都沒有選擇屈服 他都挺直的腰板 更何況你那些什麼科技巨棋 你打算說威脅退出 你退吧 是不是 他根本上都沒怕過 只是說澳洲的貿易 他現在每一年對華貿易減少了多少錢 現在是 當然鐵礦砂還繼續進行交易 但其他那些少了很多 不過這個世界 窮則變 變則通 中國不買澳洲的貨品 澳洲就外銷去其他國家 一樣是保持到銷路 莫里森總理就算面對著中國 他都沒曾裂的時候 你這些什麼 Google去威脅他 簡直就叫做小毛見大毛 他都簡直沒怕過 所以是威脅不了他的 這條法例應該就過硬的了 是看到底Google他怎樣 我相信到最後反而是Google妥協的 現在他們就叫做拋下浪頭 好了跟著就說到Twitter 他們最近就不斷補鑊 在20號的時候 他們就封鎖了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官方帳號 理由就是 這個帳號 為著中國的新疆政策來辯護 Twitter還說 這個舉措就是違反了 他們公司裡的非人性化政策 於是就把他禁掉了 奇怪了 其實在Twitter上 違反政策的 大有人在 舉個例子 胡錫進 周市的鐵文哭打哭殺的對著台灣 有沒有違反你的政策 他可以繼續發言 我不知道 你的Twitter是什麼政策 好像伸縮棍搬龍門 到了22號的時候 Twitter就封鎖了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 哈梅內伊的帳號 就說 這個帳號是違反了使用守則 實際哈梅內伊發表了什麼內容 其實就弄了一張圖片出來 那張圖片 就看著特朗普總統在打哥爾夫球 其實這些就叫做精過鬼的 他20號之前當然是不敢寫 因為特朗普總統還是三軍司令 他這樣寫的時候 分分鐘一下令那些戰機走去伊朗 他就是窩可 他不敢寫 他21號之後才寫 等到別人沒有仇報 他才在說這些東西 他只是吹的 問題就是你Twitter 竟然間隔了一天才封他的帳號 也是有問題 那時候特朗普總統隨便寫一些東西 連下都說他寫的東西是有爭議的 有時候他寫的很無謂的東西 都不關選舉事的 你都說他有爭議的 這個那樣 這個有沒有爭議呢 我們不見有標示說他有爭議的 而且你任得那些人在網絡 傳來傳去 一天之後你才封了他 這個動作也是很慢的 你應該即時有個回應的嘛 你也不是的 所以你打算做這些動作出來 叫做挽回得到 民眾的信心 用戶的信心 很難的啦 那些人一走了去其他平台 就一去不復反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倒影 那個倒影就是一架很大隻的無人戰機 那個貼文內容是怎麼寫呢 就說 殺害蘇萊曼尼的兇手 和下令殺害蘇萊曼尼的人 應該是遭到報復 復仇是無可避免的啦 而且是隨時都可能發生 那就是無非就是劍指著特朗普總統啦 那這個就已經是一個威脅啦 不過他也很搞笑的 他21號才寫的這些東西 21號他已經卸任了啦 你21號才寫什麼呢 21號才寫的